4.2021年以来,全国共发生了103起可能有乌鸦引起的停电事件 去年,纪录的35起停电事件中,经济道发生了最多次数 共计6起,其次是青上南道和光源,各有5起停电 根据韩国媒体中央日报的报道,南韩正面临乌鸦数量失控的问题 这些鸟类对国家电力设施造成了严重破坏,导致多次停电事故 韩国电力公社CAPCO的数据显示 4.2021年以来,全国共发生了103起可能有乌鸦引起的停电事件 去年,纪录的35起停电事件中,经济道发生了最多次数 共计6起,其次是青上南道和光源,各有5起停电 除了停电问题,乌鸦对人类的攻击也在增加 6月17日,府山地方法院附近 一名男子在帮助一只受伤的乌鸦时,遭到另一只乌鸦的攻击 这名男子描述说,我正把受伤的乌鸦放在花盆上 另一只乌鸦突然攻击我的头部 反复拙我,让我非常困惑 主要造势者是巨嘴鸦大嘴乌鸦 其体长约57公分,通常以素果、昆虫和腐肉为食 但在城市中主要食用垃圾 由于城市缺乏天敌 这些乌鸦在电力设施附近驻巢和觅食 对设施构成了威胁 去年12月,南韩将巨嘴鸦 韩鸦和白嘴鸦等鸟类列为害鸟 依据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法 地方政府可批准捕捉这些鸟类 然而,由于缺乏捕捉激励措施 实际上很少有人尝试捕捉他们 相比之下,捕捉野猪的猎人则能获得丰厚奖励 包括中央政府提供的20万韩元 约144美元和地方政府提供的10万韩元奖金 在地方政府的许可下 持有执照的猎人被招募在城市地区捕捉野猪 然而,捕捉大嘴乌鸦却缺乏这类激励措施 几乎不可能获得奖励 因此,除了釜山之外,其他城市也可能面临相似问题 大家对停电有什么看法,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Main 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小弟在那颗工作 结果突然停电了有没有挂 扑扑扑扑小弟在瑞光路附近的瑞湖街的某大楼 整栋都停电了还好电梯还可以用 没想到科技园区也会停快逃阿尔 而后,台电初步报告显示 内湖科学园区确实发生停电事故 影响了包括挥达台湾分公司在内的多家公司 晶片大厂挥达创办人继执行长黄仁轩近日宣布 公司计划在台湾扩大投资 预计招募签名工程师并寻找核实地点建立台湾总部 然而,他也表达了对AI超级电脑所需电力的担忧 就在此时,内湖科学园区于18日中午发生停电事故 进一步引发了对基础设施可靠性的关注 一名网友在PTT上发表了那颗停电的文章 描述了停电对其工作环境的影响 小弟在那颗工作 结果突然停电了有没有挂 扑扑扑小弟在瑞光路附近的瑞湖接的某大楼 整顿都停电了还好电梯还可以用 没想到科技园区也会停快逃阿尔 而后,台电初步报告显示 内湖科学园区确实发生停电事故 影响了包括挥达台湾分公司在内的多家公司 台电初步回应称 18日11时18分音溃线跳脱 导致台北市内湖区江南街 阳光街、瑞光路、瑞湖街等一带 共655户停电 台电在接货报告后 立即派员赶赴现场抢修 并在三分钟内转供赴电超过五成 共347户 剩余308户正在持续抢修中 事故的具体原因人在调查中 此次停电事故凸显了台湾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挑战 特别是对高科技企业来说 稳定的电力供应至关重要 回答计划在台湾设立总部并扩大投资 但电力供应的可靠性问题 可能会成为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大家对这次停电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Main 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导 新北市的年轻住屋主表示 自从台电调涨店价以后 房东立刻通知要涨电费 但原本收取的电费就已经高于台电费率 如今又面临进一步的涨价压力 面对央行升息与连年电费调涨的双重夹击 不少住户和房贷族的生活品质受到严重影响 台湾电力公司于失业宣布电费调涨 持续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不仅导致房租和生活成本上升 也使得许多消费者和租屋主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房东纷纷调涨房租和电费 美洋行的升息决策则进一步加重了房贷族的经济负担 尤其是对于青年房贷族而言 即将结束的清安专案让他们对未来的生活品质感到担忧 新北市的年轻住屋主表示 自从台电调涨店价以后 房东立刻通知要涨电费 但原本收取的电费就已经高于台电费率 如今又面临进一步的涨价压力 面对央行升息与连年电费调涨的双重夹击 不少住户和房贷族的生活品质受到严重影响 甚至有人表示现在连吃饭都要省一点 面对这种情况 新北市法治局主任肖保官王志宇提醒 根据内政部住宅租赁定定型化契约规定 房东既说的电费额度不得超过台电所定的最高几句 即便是夏季最高电费已突破7元 房东也应合理调整 以免违反规定 另一方面 随住物价的上涨 民众对政府的不满也日益增加 板桥的一位张先生表示 过去油电价格上涨总会带动一系列物价上涨 而当前政府对此似乎束手无策 习惯经济部长王美花曾警告业者 不应以涨电价为由随意提升商品和服务价格 但许多民众认为这样的警告效果有限 为了应对升息和电价调涨带来的经济压力 许多市民不得不调整家庭预算 减少不必要的开支 青年房贷主表示 由于担心未来利率回归正常后的经济压力 已开始精打细算 尽量减少消费 在这个关键时刻 专家呼吁政府应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来稳定物价 保护消费者权益 并未受影响的民众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救济 同时 消费者也应更加留意个人财务状况 合理规划预算 已应对日益增加的生活成本 台电表示 若要完全反映成本 店价至少需上涨五到六成 台电的财务困境 主要由于发电燃料成本大幅上升 2022年 台电的总支出达到一兆新台币 台湾电力公司俗称台电面临的财务困境 已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 随着台电公布的亏损数字 逼近4000亿新台币 店价是否调整的议题 再次引发热烈讨论 店价审议委员会 预计于3月召开会议 届时将对此议题进行深入讨论 3月的店价审议委员会会议 将是这场讨论的高潮 台电的财务困境 并非一朝一夕之事 其累计亏损 已达惊人的4000亿新台币 这场关于电价调整的消息 在台湾家家户户讨论着 因为它关系到每一位台湾居民的日常生活 台电作为台湾最大的电力供应商 其财务状况受到各界的关注 此外 民进党总统当选人赖清德 能源专家梁启元 以及经济部长王美花等政府官员 也参与了这场讨论 电价审议委员会将讨论是否调整电价 以反映台电的财务状况和发电成本的变化 台电表示 若要完全反映成本 电价至少需上涨5到6成 台电的财务困境 主要由于发电燃料成本大幅上升 2022年 台电的总支出达到一兆新台币 其中仅发购电燃料成本 就高达6100亿新台币 此外 国际能源价格的波动和能源转型的挑战 也加剧了台电的财务压力 政府一方面考虑透过电价的适度调整 来反映成本 另一方面也在寻求其他方法 来稳定台电的财务状况 包括提供补贴和寻求经费易助 在这场电价调整的讨论中 民众的意见也不容忽视 许多网友的评论 反映了社会各界对于电价调整 能源政策和政府管理的担忧和期待 从担心电价上涨将带动物价上涨 到对政府能源政策的质疑 再到对未来能源转型的期待 这些声音都是台湾社会 对于能源和经济未来的真实反应 随着三月的电价审议委员会会议逼近 台湾社会各界都在密切关注会议的结果 以及它将如何影响台湾的能源政策 经济发展和民众的日常生活 电价调整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它的影响将远远超出数字背后的意义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请打开启小铃铛